给大家看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麦 今天呢是加拿大感恩节 长周末的第一天 正好今天温度上升了 就赶快出来抓住最后一点秋天尾巴 来看一下加拿大的红叶 因为来加拿大三年了 之前都没有看到过加拿大的红叶 今天正好我在安省这边的国家公园的网站 看到这个公园 红叶红了90% 所以就赶快过来看一看 那就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个公园离我住的地方不是很远 开车20分钟就到了 入门票是18岛 真的是有一点点贵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进门发了个地图 地方还不是很小还挺大的 有条河 然后还有一些小山坡 还有一些trail的道路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加拿大这边安省有一个阿刚坤 国家公园 它那边的风也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这一次疫情呢导致阿刚坤公园也是人满为患 上周的时候排队都排得很很长的队伍 这样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因为开车过去要两个半小时多 所以其实路途还是比较遥远的 我准备还是等到明年或者之后没有疫情的时候 再好好地去阿刚坤再好好逛一逛 所以今天就来到这个小一点的公园 我感觉还不错 环境也还挺好 而且人没有那么多 红叶也还挺多的 大家看这周围 就是有黄有绿有红的这种有层次的感觉 层林浸染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我今天要去走后面这个阎岭草的一个步道 这个阎岭草是安省的省瓜 在安省的驾照 还有它的健康卡上面都有这个阎岭草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三角 有这个三角样子的这个花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它的花期 我们去走走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这其实是一个山谷一样的地方 可能障碍照的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这个山谷还非常的深 感觉得有小十层楼那么高 从刚才那个地方走过来 感觉柳暗花明一样 突然一下就变金黄和变深红了 而且没有那么多树叶挡着的话 阳光渗进来非常漂亮 刚才那个阎岭草步道已经走了 现在我们要去后面这个叫半月步道 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感觉比刚才那个步道走起来应该是更长 可能能看到山谷里面的那个枫叶会更多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这个半月步道入口呢 看到了一个介绍 说这个步道可以直接下到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峡谷 我刚看见它直接有38米的落差 没说错吧 差不多10米左右10层楼高的高度 然后这个山谷是在上一次冰川时代形成的 然后刚才在门口还看到了这个山谷里面 就这个步道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植物 那个植物如果你碰到它有可能会致盲 还挺危险 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秋天了 那个可能就没有了 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山谷到底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吧 这个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开阔 它是那种密林式的那种 路也非常的窄 感觉就没有人走 但是你走进来以后发现还是有人的 而且在这个路两边的那个草 还有在路两边的这个树啊 还有这个灌木啊 都非常的近 基本上到我脖子这边了 就是有点害怕 这边已经开始提醒有那个 刚才那个有毒的草了 我们要注意一点 周围这边要到小溪旁边了 有人在钓鱼 我们过去看一看 这个河边还挺好看的 早上一起来都是阴天 现在太阳突然出来了 还天还不错 但是就是睁不开眼睛了 给大家看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的鞋子脏了 我这次亲身经历就是 证明了那句谚语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鞋 虽然刚才把鞋子弄脏了 一时心情不好 但是看到这个满眼的金黄跟翠绿 还有通红就无所谓了 反正回去鞋子可以洗一洗嘛 刚才在西边的时候 看到了一对父子在钓三文鱼 因为现在好像应该也是 三文鱼回游的季节 我看到他们正好是 抓到了一只三文鱼 然后那个时候相机没有打开 没有拍到 然后我准备一会儿 从这个公园结束以后 去另外一个可以看三文鱼回游的公园 去看一看能不能看到一些回游的三文鱼 在我多年玩新年鞋转的经验的带领下 我从这个trile里面出来了 非常的累 因为我平常只做力量重量训练 无氧运动 有氧做的非常少 所以在这个trile里面 上上下下爬坡的地方还挺多的 而且再加上我的鞋已经脏了 就走起路来就总觉得 想把这个鞋弄干净一点 所以就非常累 我这个半月步道已经算是结束了 我一会儿再看看 要不要去这个公园的另外一侧 这可能还有别的步道 或者我就去下一个 三文鱼看三文鱼回游的公园去看一看 那我们一会儿见了 我现在就在这个 看三文鱼回游的这个公园里面 是免费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拍到的三文鱼回游的一些画面 非常的好玩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三文鱼回游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好